歡迎繼續收看上次關心電影的南道新聞 南道館今年包括特工國中田義盛 國中部張宥明以及紅校國小法人會 在到總統教育中 三的人在在體育方面都有很好的表現 關注人民前特別給他們表擁鼓勵 也感謝學校的輸長和教練辛苦的日子 南道館今年三位在中統教育中的學生 在學校輸長教練和親人的背同之下 所以接觸到人民前館長的表擁 並且辦法到這項表是鼓勵 眾人為學生的能力和表現感到驚悟 在學校裡面都經過校長的關心 還有教練的認真教導 我們這些同學 所以能夠獲得這麼的優惠成績 我們感到非常的高興 鼓勵我們南道館的所有的同學 你對各項運動有興趣的 能夠多加的努力 算是父母親都不在 都是阿嬤照顧 我們看得到孩子 他在成長過程中 雖然有一些挫折他們還是一樣努力向盡 所以我要特別感謝教練 還有我們的市長對他們的提示 除了教練教的他還會自主學習 另外比較特別的是 提到他的爸爸以前是海軍陸戰隊 然後所以他爸爸在家裡也是會 對他有一些柔道方面的指導 他也都能夠把它融入在他的技術裡面 地獎的效果國中學生田醫生 也有國中部的張佑銘 都是藝術道對有學生處 並且動作為國手 也拿到全中原金牌的這些中央 現在也繼續調校到各地的比賽聯絡 國中學生洪林輝 只要是很早來學習道 趕省畢業後 跟操作國中的體育班特助 繼續練習 要問一下這個學習道頂頭 能夠厲害 教練跟學校的師長還有校長的幫忙 然後跟他們的教導 讓我可以獲得那麼好的成績 然後也可以在學業方面 能成功的進入那個 國立台灣體育農大學 然後在未來也會更認真努力的爭取 就是為台灣出國比賽 學校的師長和我們的校長 也是在練習方面有教練的指導 也可以讓我在全國中原學校運動會 拿下了金牌 也可以在這次的國手選拔 學下了金牌 然後學業的方面也是因為老師的教導 讓我學業成績可以突飛猛進 三位的眾的學生 都很感謝到學校所長 教練用心的指導 也有出來的人的支持 總會繼續努力 請主導相關的光營 記者的女性 差不多